美国圣河西市议员朱感生来自台湾 是圣河西见世以来第一位华裔市议员 随后在2008年、2012年 朱感生都高票当选连任 并且在2013年元月再度宣誓就任市议员 对于能够继续为华人服务 朱感生觉得非常荣幸 也期许有更多华人能够参政 我是圣河西的市议员朱感生 也是圣河西唯一的华人华裔市议员 圣河西是美国第十大臣 本人很荣幸在六年以前 被选为圣河西的第一位华裔市议员 在2012年复选的时候 又顺利当选 又有机会能够继续为华人服务 圣河西是全美的第十大臣 也是我们北加州的第一大臣 人口里面的差不多有15%是华人 所以我们十位市议员里头 有一位华人的市议员 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也很期望以后有更多的华人 在圣河西愿意参赞来一个 一起为更多华人来陪人 高兴访者 质人 在圣河西愿意参赞来一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质人 在圣河西愿意参赞来一个 年轻人的国家 在圣河西愿意参赞来一个